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前总统马英九今天尚无以教授身份,在东吴大学严加干法学讲座以死刑存费与国际法为提法表演说,他认为中华民国执行死刑方式先注射再枪击,这是最慈悲的人道方式,而且他不同意以费死为终极目标,死刑去留应该交由民意决定,并建议政府继续征询各界意见, 严拟死刑配套措施,进一步减少死刑的使用,不过马英九也强调,他从过去担任法务部长以来的态度,一直就是维持死刑,甚甚使用,他并认为现在执行死刑的件数太少,会让民众怀疑司法体系能否维持正义,有些法官基于宗教或个人信念,千方百计就是不判死刑,很不好, 既然要做法官,只要有诚意与足够的证据,就不应该犹豫,维持正义最重要。 马英九还秀出媒体报道法务部长邱泰三,曾说马政府时代已经把人权两公约国内法化, 而且我国终极目标就是费死的简报内容,郑重澄清他绝对没有同意,终极目标就是费死,认为一切人应由民意来决定,他并对蔡政府上台以来死刑只有执行一人感到不以为然。 马英九强调,人权两公约并没有要求缔约国一定要废除死刑, 而且联合国大会在2007年通过暂停使用死刑决议,是没有拘束力的决议, 而且只是暂停而非废除死刑,其后联合国还通过五次决议, 但到2017年为止,国际上废除死刑国家106国,加上绝大部分法律废死的国家有7个, 以及人保有死刑但未执行已达10年的29国,总共142国,人口数只占全球40%,至今维持死刑的有56国, 人口数占60%,因此废除死刑是否为国际趋势,目前仍然没有定论。 马英九并指过去大法官会议针对严毒条例,贩卖毒品处死刑的第94号试线案, 针对惩治盗匪条例鲁人乐书唯一死刑规定的第263号试线案, 针对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死刑,无期徒刑的第476号试线案等为例强调历来试线结果都认为死刑没有违线, 同时过去以来的民调也显示多数民意都不赞成废除死刑。